有人跟我說 鄭若驊讀書的年代 已經被人稱呼他為大波華 所以我們稱呼他為大波華 他絕對習慣了 甚至是很開心 因為以前他真的不多人追求 但一稱呼他為大波華 他心飄飄然 不是 有人跟你說他讀書時是大波華 但那個年代的人 我想他都是天使門生 都稱呼他為大波華 我記得我以前在某日之八方公司做的時候 因為是涉及人 我們有個叫Sales Promotion Department 有個Department Manager 我忘記記了什麼名字 其實我記得了 免得說 但這對話是好想法 而且是好想網 他們整天怎麼走到網 其實你感覺到是水泥 即是空圍不行 水泥 有一次我跟同事聊天 他就說是水泥 你知道我說話有大聲 我以為很小聲 他說你說什麼啊?Barry 他就空了 然後我說 我說你是水泥 我說你是水泥 你再說一次 他就空了 我說我叫你做水泥 Water Milk 這樣 嘩 麵又黃又紅又橙又藍 想減我一巴掌又不夠薑 這樣就吵你了 走下去 你沒有了 是水泥格 那你是水泥嘛 吵你了 不要空了我 老實說 被人這樣叫 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我真是很難說 但這樣說 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涉及真人 這個水泥呢 都是適合的 還有很多 駕仔和我們男同事 都希望跟他一腿 但是我們只有一個講字 後來我聽見 有一晚 還有我們一群公共同事 去卡拉OK 一晚就給了兩個駕仔 搞 嘩 我聽回來 後來我就說 屌你老母 不想是話 我又來 要分一杯羹 你不聽見這些事 你也沒那麼興奮 你一聽見 不是吧 誰都搞到 誰都搞到 不是吧 不行的 即是男人是這樣的 但是又不夠薑 其實我有時經常想想 都是這樣的 或者知道我們夠薑 今晚不如喝杯水泥 他就想和他喝水泥 他就可以了 但是你 聽見別人這樣說 你就很不強了 是 你不想是吧 這樣就把他拿進廁所 當然 你的問題就是 你的同事的東西 可能吹得很大 可能只不過是因為他喝大了 那個經理扶他回家 可能是這樣 就吹得 你怎麼玩七批 就是這樣 OK